好, 各位早晨 今天就是5月20日, 5月20日 我愛你 沒錯 當然啦, 對於很多人來說 就是5月下旬 就是進入這個糧尾間 5月下旬已經糧尾了, 這麼快呀? 長期糧尾的嘛 長期糧尾, 馬亞亞日本妹 對啦 那今天 糧尾有什麼可以找到吃呢? 現在說5月20日, 我愛你 你講糧尾的問題, 是不是呢? 我今天就約了 閃師傅撐開腳 我們要拍一條片 就是 阿翁 阿翁鮑魚有新的, 很划算的餐 那他近來 因為 因為你知道近來那個飲食業 都不是太好 那就 他就 他就很久去吃飯 他就說, 那他有個餐很划算 我看他真的很划算 就是很划算 很划算 所以他就要是我們和他拍一條片 然後他就說 就是 不要找其他人 他就說我和閃師傅去 OK 然後我就叫了一個美女 但是這個美女拒絕了我 好 神情 良恩 然後他拒絕了我 所以就 所以就 只有一套師傅兩個才能吃 所以 我想一下這件事 我們今天晚上的衣服 因為我們這些T恤到了 會這樣處理 接著之後就是 初哥 他的2128 升了五成 應該一個月之內升了五成 所以我們要大肆宣傳 接著之後就希望 別人光顧初哥 就是這樣 那個股票群組 他很勤力地去處理 很勤力地去處理 希望大家 尤其是廣告就好了 如果大家想加入他群組 我們有連結在這裡 當然 520很多人都會選擇 表白日子 除了情侶表白 還有歌迷 對明星的表白 不過在表白之前 似乎有些不開心的新聞 出來了 Beyond的主音 王家駒之前 就在追君奧華人民怨墳場 落狀 但是昨天 據悉他的墓碑 就被人用潑汽水 和用鐵槌去破壞 警方就拘捕了兩個人 分別十五和二十三歲 據稱十五歲的少年 在畫面中 拿隨仔去打破 這個家區照片的人 據稱患有自閉症和過度匯約症 初步 警方懷疑有人上網 為了博收事引人注意犯案 這個人過去有劣跡斑斑 也不是第一次去王家區的墳墓搗亂 也是去年去過阿布泰分店叫囂的五個被捕人之一 簽首行為兩年 這個 簡單來說 據悉不是第一次 他亦罵過阿布泰 這個 我就覺得 首先就是因為王家區生日 應該是生忌 所以已經是很多人去賣 他就是混這個時間去 但他應該是一個習慣 但現在是十五歲 所以就是 比較奇怪 但就是 阿布泰現在改什麼叫Bick C 那些人以為是我 所以就經常都 很多人發訊息給我 改了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收購了 那 據說他們 那我不敢白髮馬肯定 是有黃絲背景的 但是 阿布泰就是 是不是說 他們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不是 政治後果 一定是純粹為出風頭 但問題是 你也要選一些人去做出風頭 阿布泰當時 好像說他出賣了運動 有沒有這樣的事 阿布泰是 那樣才做金手指 是啊 是啊 至於Beyond來說 王家駒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王家駒 照計我經常都說 他們是他們 他們經常唱的歌 好像就說這件事 是因為王冠宗的問題 但王家強的問題 也說搞到王家駒 王冠宗也說搞到王家駒 我就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王家駒 他們都是屬於黃絲的神級人物之一 他們都 除了唱那首 抄過Glory to Ukraine 那首 那首 袁榮江 會不會歸香港 袁榮江 會不會歸香港 應該不是抄 名字 可能是借鑑 是 之類的 這樣 除此之外 都會有唱那個叫做 海闊天空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搞他呢 但毫無疑問 一件事 他都是 想有人注意他 成功 有人注意了 而且這件事 有人注意的情況 的確是贏了阿布泰 對不對 所以都是成功了 阿布泰已經過氣了 金手指最新的當然是屠龍小隊隊長 我知道 但現在講的是這個人 這個江頭仔 江頭仔 他做這件事 是不是大過阿布泰 受人歡迎 是不是受人注目過阿布泰 是不是 不要說 那個人已經是一個人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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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人去做一件事 很容易成名 你明白嗎 對不對 如果我 走了去 林 黃家駒的墳墓 一定是大心 這個人 黃家駒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相同地 雖然我對網紅 但問題就是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認識的時候 會加倍成幾個效力 所以都有一定的效力 你不能說他 但很多人 很多人只是為了出名 很奇怪的 譬如說 是 死定了 那個叫劉馬車 劉馬車 劉馬車就是經常都這樣的 是不是 其實就是他跟我自白 其實我都很想受人注目 就是 有一天我被約他簽 他上我的車跟我說半個小時 他說我都是想受人注目 因為我從小到小都沒有受人注目 當我是這樣就覺得很興奮 明白嗎 嗯 即是你是明白嗎 我聽你拋頭 嗯 拋頭回旋處那些 是吧 但大概 很多人都是 因為你是 nobody 所以你特別想 自己變成一個新聞 據說 有些人去謀殺總統 或者之類 都是為了這些 不過當然 這個人 雖然說 有這個 涉嫌是黃絲背景 但也有些人說 他是不是內地來的 或者是否擺片上小紅書 對此 黃家駒 身前的各個隊友 和親屬 似乎他們說的話 都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這些言論干擾 包括就是黃家駒的弟弟黃家強 在社交平台表達憤怒的時候就說 許是過什麽樣的國家 vitamins 道德 proof й 倉 千里血牢 你摧毀別人的暮源 亦所做到一切或得到什麽 傷害別人的少女 哀愁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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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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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感 avons你看地活BT 威 但問題是他是不是國內的人,你這個江頭仔 就是到目前為止,就不知道,眾說紛紜 是嗎?所以有人說他,大家都說他是對方的人,是嗎? 因為之前我看到一些新聞,就說他是因為王冠宗 當然王冠宗作為家區的隊友,他也有一個講法劇 他就說,露車這個破壞墳頭的人會有報應,小則肚痛,大則還死 葉世榮都說,這兩個人被逼捕,就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 家區的在天之靈都不會放過他們,大家都非常憤怒 但如果一個國內的人,應該不可以又來阿布泰,又來什麼 正常就應該是不行的,是嗎? 照計就很明顯是甚麼 所以我才說覺得很奇怪 因為家區,家強這樣說的意思,代表他也是很黃的,對不對? 所以照計就你如果這樣說,去林家區,去林坐在 反而如果他是一個國內的人,就比較合理一些 當然,無論如何都好,究竟他是甚麼底 要等進一步的調查才有更加多的資訊出來 但是這個墓碑就被人破壞了,大家都非常之不開心 說完這個之後,也都說香港第二大事 就是最近的大事 迫使業格和白牌車的矛盾性 我反對這個說法 除何生何太,再無大事 那也是的 除了有甚麼大事都跟何生何太 所以我唯有再說一次 關於何太那一百萬的問題 你知道一百萬吧 一百萬打本他做生意 這個環境他做生意都是用賣的 不是,首先 那些人經常說,你屈了一百萬 但那一百萬是做生意的 那一百萬不是給他花的 那你做生意 他都不能夠花什麼錢的 你最多虧了他 OK,你虧了他,你虧了他 四百五十萬都可以 不過你看不到他多少錢 你最多買東西打個褲頭 可能你合起來 或者是甚麼 因為我們可能做電影 騙人家拍攝片 問題是騙人家拍攝片 可能那個人花一千萬 我只賺了三十萬 你知道嗎 噢,對不對 那所以 那些人經常覺得 他說,這麼快就騙了他 一息就騙他一百萬 喂,沒有騙他一百萬 是不是,對不對 你如果那一百萬 你至少會見到那間店 你見不到那間店 那間店的話 那就是剩下那三百五十萬 尾數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整件事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我相信 可怕是不會不理那間店 但是沒有人去研究 那一百萬是沒有給出來 去研究最關鍵的事實 就是,店舖寫哪個名字呢 即是, business registration 股份是歸誰呢 是不是寫完 何財呢 正常如果你開有限公司 怎樣都要兩個人 現在開一個人 以前是兩個人 現在是一個人 大問題也是的 對不對 最多人一股而已 那就是騙你五十萬而已 最多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整件事 大家好像 好像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生意 對不對 就是比較奇怪 不過一百萬做這個生意 都是一來逆市 二來即使是順順景 一百萬做生意 都不是什麼大錢 都是很少 都是很少錢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真的要做 都要堅做 你那一百萬 你維持了他 你沒有食其餘 三百萬 你只要是一百萬 那當然 除了這個 何生何大 這個創業大事之外 即是趕到做生意 又怎樣少得這個 即是 自僱人士 那麼 的士界和白牌車 麻困又升級 那網上流傳多段 據悉在這個業界 自行放射 打擊Uber的片段 引起熱議 那就是這些片段 出了來 主要就是 即是的士司機 就約Uber 然後在約之前 報警 然後叫Uber司機 去一個報警的地點 有停車 然後就去調查 那但是 據了解 警方主要就是 叫做 下降低資料 然後就 暫時沒有一個 控告行為 好像就說 列作交控糾紛處理 那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關切程度 或者那個 重視程度 似乎都不像的士預期 那樣的情況 不過呢 已經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爭執了 那就是對此 有些的士業界的代表 包括這個的士小巴商總會 例是蔣周國強 那就是呢 就是呢 就在節目那裏 就回應就是 這個業界放食打擊Uber事件 那他就說 不知道是業界行為 還是市民自發 但是不贊成相關行為 希望市民車主 和司機都要克制 交回執法部門處理 那不過呢 就是 代表還代表 那司機似乎 很多都是支持 即是的士司機 似乎很多都是支持這個行為 那他們就 主要的論述就是 那 那 考的士要考牌的嘛 那 Uber沒有牌的嘛 那就是出來做 那的士只有一萬八千架 Uber就三四倍 那這樣吞食我們這個行業 非常之不應該 那一定要嚴懲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的士司機就贊成了 那這就不用問了 那也都香港很多人呢 是很贊成Uber的 因為他們是Uber的 乘客來的嘛 那 還有呢 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 不知為什麼 香港的士司機 已經到達成貴意的地步了 對不對 即是的士司機 你自己的行為 也可以嗎 那當然的士司機 其中一個行為 因為他們是 人工很低啊 或者之類的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 也都是那些的士車主 給人家 吃光所有的錢 但是的士車主 現在都很慘 那毫無疑問 的士車主 不知為什麼文娟聯 是那些人呢 即我聽說文娟聯 那些朋友跟我說話 即你都認識那些 他們很幫助的士車主 那我想應該 的士車主 都很大的勞力 在文娟聯 或者政府那裡 那這個就是其他 因為我經常都說 的士車主 是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 經常是騎劫的士司機 因為呢 其實我都說 加價所有東西 和的士司機 和的士司機的收入 是無關的 那他們說 的士司機很慘啊 怎麼說呢 大堆計劃 其實他們是很慘 但你不要騎劫的士司機 那這些是一個客觀事實 那但是 我就提出了很多 很多 關於 或者一套全套的 是關於的士和Uber的論述 那就是說 譬如說應該是Uber發發 或者 就是應該怎麼樣 當然很多人反對 包括一些 議員朋友 就是他們說 不行的 你就是侵犯了 的士車主的私有產權 明白嗎 你就是Uber發發 我說 什麼的士車主的私有產權 那個東西你自己買賣 那個是 那個是幾十年前發了下去 你們這麼久沒看過 那就叫私有產權 這些不是叫私有產權 你們自己私下買賣 對嗎 不是 不是什麼 如果是什麼都不能做的 那時候 私有產權的意思 如果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 我現在建了一座樓 我不可以在外面海景建樓 但是這些已經在 那會霸佔你的海景 但是這些政府做過無數次 也都是 會攔住你的海景 政府做過無數次 也都是已經在 法律經濟學道 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說 這樣你綁住政府的手腳 是對整個社會不利的 所以很少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不應該有這樣的情況 說了很多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 有兩點很基本的 第一 Uber 一定要買的士牌 第二 Uber 一定要買的士的保險 OK 對不對 喂 大哥你真的開車 你真的做的士白牌的東西 你不買保險 那你怎麼保障到 或者那個人 是不是應該買的士牌 你才能夠做到 這個是公平的狀況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 OK 周遜大師 你不是大什麼 大什麼 你這個正仆街 來的 暗狗狗 OK 沒問題 你說我提出那些 論述 是留的 沒問題 但問題就是 正當Uber和的士牌 產生這麼大的矛盾的時候 政府是不是應該自己 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自己要有一個論述 有一個政策出來 沒有政策 不求你 是不是 你最重要是你的事情 不是要求你 照我的計劃去做 你也要有一個計劃 是不是 你的計劃說你周遜 或者所有人說出來的 是沒有用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說你一個政策 現在已經是一個矛盾 也是一個社會矛盾 很多人 的士司機 也在吵 Uber也在吵 你政府沒有狗做過事情 這是什麼 政府 是不是 就是這樣 至少你有一套論述 有一套政策 不管 有它 所以 在長期不理的情況下 這個矛盾就白熱化了 除了這個的士司機 放射抓Uber之外 有重 5月14號 行為批准的士 7月14號加價 這個就是他做了的事 哦 除了這個加價之外 面對剛才那個放射的情況 也有些撐Uber的網民回應 就是說 要呼籲一起打擊的士司機違規 很多人就說 你去搞到Uber沒有生意做 我也要搞到你沒有生意做 你有違規 我就打電話報警 就是了 大家攬炒自己 因為這件事太過離譜了 政府 政府要處理這個矛盾 你又不敢去處理 因為你收了 你收了那隻士司機 的士 扯住的納賓費 喂 的士還有 那的士結果 又是幫來幫去 你也是排價跌了一半 對吧 你也要處理的 然後我去按一下Uber Uber你又不敢 Uber你又不敢 的士你又不敢 沒有一套明確的規矩去處理這些 有沒有搞錯 嗯 但是我們又回到那個情況 如果 Uber合法化 剛才說到3到4倍的車輛 譬如說已經72,000架 你對比回的士 一萬八千架 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有些人覺得 容納了Uber之後 本身傳統行業的士 基本上會死掉 這樣說 我不是說 Uber要收錢 Uber要收費 收費還收費 新司機會打贏老司機 他們想保障老司機 不是呀 Uber收費 你就不會這麼多Uber 現在只不過 你的Uber 因為你的成本增加了 現在因為餅這麼大 其實你的餅縮小了 因為你成本增加了 政府收費 就行了 Uber的話 這個樣貌 出在羊身上 Uber會再貴一些 對嗎 那你打Uber便會少了 對嗎 但是問題就是 仍然有一件事 喂 我不管你怎麼搞 你要搞才行 你不要不問不問 嗯 那就是 網約車 其實某程度上 都要潮流 除了香港之外 內地 台灣 日本 甚至歐美 其實都很多人 就已經 用這個網約車 去 做一個 公共交易 無論如何都好 這件事都是要處理的 講完這個之後 我們將 視線 放去兩岸 那就是 今天的520 就是上算浪漫的日子 但是 就是 台灣那邊 也有不同的日子 包括就是 這個台灣地區 就是有這個 地區領導人的 就職典禮 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就在今天舉行 據稱 美國就會派出一個 由前政府官員組成的 非正式代表團 去堂安參加 有美國官員就表示 此人訪台 就符合美國 長期以來的慣例 那就是我們看回 就是代表團 包括就是前的 白宮經濟顧問 前國務院官員 就有一個 甚至是 這個 魯德金斯學會 台灣問題專家 和這個 美國在台協會的主席 就是參加 就是 據稱 就是代表團 就會在 weekend的時候 去到台北 然後出席 有關就職屌帶 以及會見官員 那個 北瑞捷 Bush 應該都是 Richard Bush 應該都是 台灣問題專家 好像有沒有做過 AIT 做過 美國在台協會 就是 我覺得 因為 現在 現在這些 這樣的人 他們是 沒有官職的 即是理論上 特朗普都可以去的 嚇你下去 他不何 他就這樣賴 這是一個慣例 美國都很會玩這些 因為表面上 他們還是一個中國原則 這次也不算是 很高規格的人 所以 因為 賴清德 大家都覺得 他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 問題就是 中國在520的時候 會不會做些事 去 航一航 會做些 飛機 那些事 會不會這樣做 所以大家之前 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據稱 暫時 沒有消息 暫時我們還沒見 對 大事件 美國這樣處理 叫做 港版式處理 最近 有看到 台灣 大家對台獨的事情 又不是很明顯 大陸方面 都做了一些事情 去 對付台灣 包括那些 泛六名罪 基本上 受到這個制裁 那五件 那五件受到制裁 代表著 台獨 實際台獨的推動工作 中國會先沉寂兩三年 在賴清德一同會沉寂 我想 賴清德會有些小動作 而中國也不斷會加壓 中國應該看這個狀況 不斷有些小動作加壓 就是 之前 好像前幾天 就查過他的船 那些 查過台灣的船 大動作就有軍演 也有調整經濟政策 那小動作方面 北京可以做些甚麼 找一些船隊去巡邏 或者是在附近巡邏 搜一下那些人 甚至去到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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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多些飛機繞台 那些 但是 大規模軍演 我相信是不會特別發生的 因為他之前大規模軍演過 我講過軍演的狀況 因為每一次軍演 就不見很多錢 很多錢 很多錢 他做了一次軍演之後 你不能因為鬥氣 我跟著再做 你一定要是 我做了那一次之後 很有經濟效益 就是他上次摸清你的東西 跟著之後 下一次再做 他要是一個再進一步的 有一個計劃 那個計劃是 有一個目標 那個目標 我知道些甚麼 摸清些甚麼 試些甚麼 所以如果他再做軍演 一定要在軍方內 再組織一次 如果再做第二次軍演的話 可以這樣說 他不用做第三次軍演 即是開始打 即是再做第二次軍演之後 然後第三次軍演 就是俄羅斯對烏克蘭斯的軍演 在2月的時候 是不是2月 2月 在2月 就是做完之後就打 即是就是做完之後 裝做接著打 如果實際上 他應該在短時間 就不用做第三次 做完第二次 就已經很盡力了 如果不會浪費一次 因為做一次軍演 就打半場仗了 基本上是 就是欺負死人 欺負死人 欺負死人 以及武器的損失 否則都是很大的成本 基本上 那些成本 和打一次戰役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不相信 他會再做軍演 這個是軍演的問題 不過 到目前為止 520都未過一半 下午才是重頭戲 上午就即而適合行禮如意的事情 下午開始有些什麼 講話、接見 接著也有各方的回應 即是未來2、3天 一個星期 就是各方回應的時候 不過在各方回應的時候 同時 世界上也發生大事 包括就是這個 尾巴 但今次又不是兩位主角 也不是美國大學 而是尾巴背後的其中一個 推手 伊朗 即是出了一些事 伊朗總統據報 乘坐直升機出席活動 即是水敗落成儀式 誰知道 反程的時候 飛機在龍武山中 硬著陸 伊朗官員就說 機上的人員 可能有性味的危險 中間外交部就說 對於伊朗總統 萊希的坐直升機 發生硬著陸事件 心感擔憂 即是祝願總統和機上的人員 安援無援 中方正在密切關注事件 並為伊方的救援工作 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協助 目前已知出市地點 距離守到克德蘭 西北部大概到八公里的地方 惡劣天氣和地勢影響 守舊工作據報就陷入困難 主要是因為下雨和下雪 伊朗最高的負責人 就是他們的宗教領袖 所以是 總統的話是第二負責人 所以死了的話 應該他們在這些都可以 都是一個可以能夠 填補的損失來的 那他問題就是 這個究竟是否有意外呢 因為他在墮落地區 亞塞拜疆省 你說過亞塞拜疆伊朗八千萬人口的話 亞塞拜疆接近三千萬人口 如果沒有記錯 都差不多是這些數字 記錯都很大的 不會一千萬變三千萬 總之這個數字都挺震驚的 挺大的 但是就經常都搞分離主義 就是經常想亞塞拜疆 帶亞塞拜疆獨立 所以伊朗和亞塞拜疆都不對 那我自己的意思是 如果他是 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分離主義打的 如果不是 那死了什麼 問題就是他死的機會很大 而我看 我看所有的報道 我一直看一看報道 如果沒死過 早就已經狂了 也很快就很快 總統來的 不是無端端一個人搜救 所以 因為你之後找不到的人 才是 要找那麼久 是死了才找那麼久 所以我認為都空多吉少 那因為直升機著落 基本上都 很多的直升機以外都 基本上沒得怎麼救 那時候呢 那時候我們 譬如去澳門 搭水 搭直升機去 我記得一個女生說 那個男生要約他去 那個模特兒 那個男生要約他去澳門 那一去到碼頭 就說 我們搭直升機 那很豪 但是她說 她覺得兒子都很皮靈 而已 在女兒面前就裝豪 那些 搭直升機又豪 但其實直升機很危險 它本身就是 那個 Structural 就是有一些很大的技術問題 所以現在的那些 新的那些 飛行汽車 它那個結構 是應該安全一點的 我不知道 怎麼種這個結構 應該就我所知 安全一點的 即是那個結構 直升機是很難抓 所以也是 很難平衡 很重要地跌下去 所以經常都有直升機 傷亡的事件 所以直升機 不是很威嚇 很危險 而香港有一個 有一個有錢人 他的代號是CKC 曾經試過在外國 在大海玩的時候 嘩 他就是自己 拿直升機 然後就 shut up 行 捲到東西 就差一點 好像他跌下去 然後好像及時逃出 類似是這樣的東西 很驚險的 所以直升機 其實都是他自己 可能他沒有直升機 才那麼純熟 但是問題就是 直升機很難操控 以及難搞飛機很多 飛機很容易 那些人說 其實只要天冷氣 才是人類的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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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說CKKC的開估計 是誰 CKC的開估計 是誰 為什麼會大家說 因為我們上次吃飯的時候 大家說 因為有一單 訴訟 大家可以上網看 是有一間上次公司 和他的一個訴訟 一個錢欣訴訟 來的 大家上次吃飯的時候 都說起 一個笑就是 因為訴訟那個 對象 就叫做簡證CKC 明白嗎? 所以大家還在笑 因為那個通告 那個交易所通告 就不停說CKC 所以我們笑了很久 講回事件 事件發生之後 據報伊朗內閣在事故後 召開更加會議 對此 伊朗的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 就說 人們不用擔心焦慮 伊朗的國家事務 就不會發生混亂 似乎都先打定底線 不是哈梅內伊死就行了 但是 很多民眾都貴地其後 來希平安 據稱有人在伊朗國內放煙花 不知道是否慶祝希來與世 但是這些都是一些小新聞 我們說回大新聞 就是說 在爾巴現在 即是叫做衝突關鍵階段 作為一個都約半落牆的伊朗 現在發生一件領導人 即是其中一個國家領導人 即是 即是發生意外 甚至可能會死亡的事件 對於這個爾巴局勢 會有甚麼新的影響 不會有甚麼大影響 除非他是被殺 所以我想說 最大的影響 即是在拜疆殺 或者被伊朗利殺 這樣就大件事 如果不是 不會有大影響 即是那個計劃都是繼續 即是整個政府都是繼續 正如羅斯福射 杜魯門都沒事 杜魯門都繼續做 是吧 還惡些 另外大家都關注的是甚麼 就是為甚麼總統和海交部長 會坐在唐吉直升機上面 即是很嚴重 應該分開錯 有這樣說 當年的時候 波蘭的飛機 去俄羅斯 即是經過 好像不知道甚麼鬼 去俄羅斯 經過俄羅斯 是 整個內閣全都剷了 應該是十幾年前的事 所以波蘭就認為是國恥 那一天是 就是這樣 所以是 都會發生的 即是 不是那麼systematic 不是英國這些地方 都沒有甚麼所謂 即是 這些是replaceable的 至少總統和外交部長 他沒有總統和副總統 好像 我不知道美國會不會 但美國都是總統和副總統不在一起 即是副總統是replace的 總統和副總統不在一起 但沒有說總統不和外交部長不在一起 嗯 當然 目前手救工作仍然在進行中 即是 有些消息就是 可能城下已經全部離爛了 因為 據報 機體殘骸已經發炎了 即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都 挖刀我才 即是 應該都可能 衰得都比較 均勻 這一個就是今個星期的大事 剛剛一個星期開始 就見到幾宗這樣的大事 是 我們好像說了很少幾宗 原來真的沒甚麼大事 不是 都已經比較多了 以國際新聞來講 好 那今天呢 暫時先到這裡 是 多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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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